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仔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音乐类,在线音乐类的产品 它的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再从表现层的方式来考察三款热门的音乐APP 我们看这个三张图呢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酷狗音乐 QQ音乐,还有网易音乐的三张截图 表现层,我们先从歌曲上来看 我们说酷狗音乐 它的歌曲是收录在主页听板块的乐库模式下的 我们来看 它乐库是在听的模块 乐库里面的 找起来呢,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因为乐库呢,是混在了听的界面里面的很多模块里面 它的入口层级比较深 那么QQ音乐和网易音乐呢,分别有单独的模块来满足用户快速进入海量歌曲的选择 什么叫单独入口快速进入呢 我们看在QQ音乐里面 音乐馆是一个大的入口 在这音乐里面 这个入口里面 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给用户查找自己喜欢歌曲的地方的 而我们再看王音乐 王音乐更多 推荐是它的里面的推荐歌曲 歌单就是歌单歌曲 这些用户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歌曲 而酷狗音乐相对来说入口比较深 不容易好找 当然三个音乐平台的歌曲都是比较全面的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 那么如果非要比较的话 那肯定QQ音乐的音乐数量是最多的 尤其是它买了很多版权之后 它的曲库是最为丰富的 当然最新消息是QQ音乐跟网易音乐达成了战略合作 那么战略合作之后 网易音乐也将拥有QQ音乐里面的很多音乐版权 也会大大丰富网易音乐在版权这方面的一个短版 那么网易音乐呢 之前呢还特地的引入了很多歌手 独家的DJ和音乐人 这样的话也能吸引用户来给它制造优质的一些资源 尤其是这种歌单资源 在内容制造上更有发展的潜力 那么当然在整体的这种音乐的大背景下 音乐类型APP的同质化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网音乐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音乐风格 那么给整个音乐APP行业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一些氛围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里面的歌曲播放 那么下面这三张图就是酷狗音乐 QQ音乐和网音音乐三张歌曲播放这个图 从直观角度来看就能分出这三种音乐 在音乐播放这个页面里面表现层的界面 谁优谁略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我们说酷狗音乐的下载分享和收藏的三个按钮 在屏幕的最上方 大家看酷狗音乐下载喜欢还有分享的功能 它是搁在了右上角 非常不利于用户的点击 我们再看这三个按钮在QQ在网易上 都搁在了比较容易点击的区域 这个是酷狗音乐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封面的展示 酷狗音乐呢 选择了歌手写真滚动播放的方式 它是用写真的方式 内容呢比较丰富 而QQ跟网易选择了转盘式的这种展示歌曲专辑的这种封面 那而且呢 网易采用这种黑胶片的这种独特的方式 给人以文艺范儿的这种感觉 那么QQ的这种转盘呢 简约而不是风格 那么背景色会根据自己的封面颜色进行适配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说虽然说歌手写真 歌手写真啊比较丰富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以颜值喜欢看颜值的 并不是每个人 并不是每个歌手颜值都这么好看 如果说历日不照传这种歌手 你把他的写真搁在这还滚动播放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而这种音乐专辑胶片式的这种感觉呢 是最符合听音乐这种用户场景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QQ跟网易这种音乐背景播放的模式是最好的 个人呢更偏重于网易这种黑胶片的模式 显得更具有这种文艺法 当然QQ的这种也比较简洁 也比较好 当然QQ在这个背景上简洁了 在其他方面可没有简洁 那么QQ的播放界面反而会显得有些臃肿 因为首先播放切换歌曲的按钮比较大 更重要的一点 它给出了歌曲的很多标签 比如说高品质的音质这些标签 其实这些标签呢 用户呢 并不是用户最直观想要的信息 比如说像这个 独家 DTS HD 那这种标签 其实用户只是在详细信息里面看到就可以了 而这种呢 QQ呢 却把这些信息呢 表面的搁在了这上面 这样的话呢 用户我觉得这个页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它没有网易云阅 这种 把这些标签都收起来 而且这些按钮也没有这么大 会显得更加的简洁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里面的歌词展示 我们说歌词展示 这三款产品差距就更加的明显 那么酷狗的歌词展示 它是用这种全屏的方式和当前歌词展示相切换 它是通过右下角的这个按钮进行切换 但是全屏模式实在是丧心病狂 因为它和歌手的写真相重合 非常的凌落 用户体验极其差 就像我刚才这个页面里面展示的 那QQ的这种歌词呢 它是默认展示当前所演唱的歌词 可以通过滑动屏幕切换的方式 可以切换到前屏 但是依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功能按键 占据了比较大的这种范围 使得歌词内容会比较少 比如说看看这个 本来用户滑动的时候想看歌词 但是呢 这些播放的这些按钮 占据了比较大的这种范围 相对来说比较可惜 而网易却把大部分的这个区域呢 用在了歌词上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来看 对于歌词的这种 个性化的这种功能上来看 那么QQ的这种音乐歌词呢 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这种设置 可以设置歌词的颜色 字号的大小 而QQ还有网易 都支持边听边查看歌曲 里面的某一个歌词 而不需要将歌曲呢 也跳到这个地方 而酷狗 那拖动歌词的时候 它相应的播放进度 也进行了改变 那么对于如果想查看歌词的同学呢 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那么对于这些外文的歌曲 那么QQ跟网易 支持了大部分歌曲的翻译 支持了大部分歌曲的翻译 是比较好的 而QQ音乐 还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 是否显示翻译的功能 那么酷狗和网易音乐 还提供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小功能 是可以分享歌词当中的 某一句话 某一句歌词 如果你对这个歌词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单独的分享出来 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的 也显示了比较好的一种文艺的逼格 我们再来看表现层里面的歌曲推荐 我们说歌曲推荐 是一款音乐APP里面非常重要的功能 但是做起来会非常的难 那么以这三款产品为例 这三款在乐库当中都推荐了用户 当前播放热度比较高的歌曲 那么针对每一个用户 他的推荐也都是一样的 这个来说是没有太多难度的 而对于个性化的这种推荐 那么酷狗音乐 酷狗音乐在这个我喜欢的同级 有一个猜你喜欢 那么以这种电台的形式来给用户推荐歌曲 它是以根据用户加入收藏的歌曲来进行推荐的 那么缺点呢 就是不能够看推荐的这个歌单 只能一手一手的去试听 而QQ音乐在我的这个模块里面 也有猜你喜欢 也是根据用户收藏的下载的歌曲进行推荐 那么QQ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播放音乐的歌曲里面 提供了相似单曲的查找 能够在一定的这种几率上 来命中用户喜欢的这种歌曲 那么网易音乐是在这三款软件里面 个性化推荐做的最好的一个 那么用户呢 在第一次使用网易音乐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个性化推荐的引导 来引导用户选择自己喜欢音乐的类型 来帮助用户快速筛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那么后期呢 再根据用户所收藏的音乐 来给用户进行个性化的推荐 那么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叫做私人FM 私人FM是类似于前两者猜你喜欢的这种模块 而每日歌曲的推荐会为用户推荐20首歌曲 这个是网易音乐自己独特的一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里面呢 会向用户推荐的一些歌单20首 并且呢 告诉用户是根据用户喜欢的哪首歌进行推荐的 那么推荐的功能 当然不可能每一首歌都符合用作口味 但是这种标签式的推荐 还有这种可查看的歌单 能够给用户更多的选择余地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里面的音乐社交 那么音乐社交里面 酷狗音乐在社交性的这种角度 它主要通过唱歌 通过K歌的方式 用户呢 可以上传自己唱的歌 和其他的用户呢 进行分享 那么这种形式呢 特别类似于在酷狗音乐里面 集成了一个唱八的功能 那么用户通过这种K歌的方式来进行社交 娱乐方式为主 当然呢 酷狗音乐里面还提供了 关联用户这种微博添加好友的功能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些社交功能很难在酷狗里面建立关系 那么QQ音乐 也可以关注自己的QQ好友 那么关注之后呢 可以查看好友的歌单 但是这种关注呢 只是在网页端实现了关注 移动端的还没有实现 这点呢是有待于改善的 而网页音乐 引入了陌生人社交 陌生社交可以在网音乐里面相互关注 查看对方的歌单 甚至可以私信 同时呢 用户可以在每首歌听的时候 可以进行评论 分享 那么优质的评论和分享 也会被置顶 所以说网页在这个社交上 做的是比较深的 而且引入了自己的这种社交关系 甚至可以做这种私信 那么网音乐呢 也真正做到了 移动音乐的社交 帮助用户通过音乐的这种形式 建立有价值的社交关系 当然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好 以上呢就是本次课的大部分内容 后面我们来做一下 本次课的小节 我们今天主要讲了 三款音乐产品 热门的产品 分别是酷狗 QQ 还网音音乐 那么对于酷狗音乐来说 在PC时代 它积累了足够大的 这种用户的数量 那么它的相关的产业也比较多 比如说 它在首页就放着了游戏的入口 在看的模块里面 也联系了很多主播 那么这些呢 都是网易的盈利模式 这个酷狗的盈利模式 毕竟酷狗和网易和QQ都不一样 它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它需要赚钱 那么这些功能 是作为它盈利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是我们说 这些功能都集成在这个应用里面 必然会显得有些臃肿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这种用户来说 单纯的听歌来说 其实它是一种多余的 我们再来看QQ音乐 我们说QQ音乐 它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庞大的用户群体 那么音乐社交本来是 QQ音乐应该走的一种方向 但是却很遗憾 它没有占据这一块 而是让网易音乐 豆瓣 虾米 这类产品 抢先易度 但是呢 我们说QQ音乐 有天然的这种优势 用户群体是比较大的 社交账户也是比较丰富的 那么未来很有可能 它会建立自己的音乐社区 很有可能让用户在音乐社区里面去创造自己优质的内容进行UGC 那么并且后来以后呢 也会在个性化的推荐 也是QQ未来音乐的发展方向 那么当前QQ还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版权和高音质的这种音乐上 那么网易音乐它集成了很多上面所说的优点 那么尤其是它有这种歌单 个性化推荐 还有音乐社交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它淡化了单曲的概念 而是推 推荐于这种歌单 那么做好了用户的这种个性化的推荐 还有社交 那么网易音乐作为后起织秀 那么它的用户增长率和用户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 它瓜分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也被视为这种低层次的这种QQ啊 酷狗啊 百度啊 这种产品一个极大的竞争对手 当然网易音乐未来面临的竞争还会很强 比如说他如何保证自己的内容和运营都能够跟得上 那么在和QQ达成了战略合作之后 版权的短板终于补上之后 那么对于这种社区的维护 内容的维护 成为了网易音乐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好 那么本次的最后呢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如果你是一个在线音乐类型的产品APP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打算规划未来的产品发展 你可以把自己试想成为 网易的音乐的产品经理 可以 你也可以把自己试想成为QQ的音乐的产品经理 都可以 那么你想想如何根据你的产品定位和你所用的资源 来规划未来的产品发展 好 以上呢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热门产品分析这套系列课程 那么欢迎大家呢也在麦德学院里面来收听收看 那么抄载老师在麦德学院里面的其他课程 好 本次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见